好啊 郑公公 住手 打死你 再也不敢了 本王是哪个台面上的 还不由你这个奴才来定 奴才该死 启禀晋王殿下 这个小罪奴 平日里一向是偷懒顶嘴 而且还偷输 这次奴才实在是没办法了 才责罚他的 晋王殿下 这个地方 是岳贵妃娘娘 命奴才在这儿监管的 还请王爷 看在娘娘的份上 大人大量 就原谅奴才这张臭嘴 满口胡言 竟敢抬出岳贵妃的名头来 郡主饶命 晋王殿下大人大量 我可看不惯 郡主饶命 他们快滚 谢郡主 你 你 你 走 走 郡主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一个奴才而已 我还能料理 疼吗 因为齐王的事 你的处境艰难 其他皇子 也在等着看你笑话 这些宫中小人 能不招惹 就不招惹吧 你叫什么名字 挺生 多大了 十一岁 十一岁 挺生 你是谁 这位是苏哲 苏先生 萧锦锐的朋友 来京城养病的 苏某一介不一 靖王殿下不认识 也是自然 能进到这宫墙之中 又有郡主相陪 岂会是寻常白衣 想来是我不在宫中已久 古漏寡闻了 听刚才那个奴才说 你经常来看你这个孩子 他是谁 他母亲 是光幻人家的女眷 因罪没入宫中为奴 性情温顺懂些诗书 我见他可怜 所以有事来看看 听生 这本书你能全看懂吗 读书就想盖房子 根基要正 刚开始要选一些文风简明的 先学圣贤做人的道理 这本书固然好 可是你还小 自还未必认全 如果没有人讲解 你领悟不到其中的精益 我家里有好多书 如果你喜欢 我教你念书好不好 苏先生大概不知道 庭生是叶幽婷的人 就算到了年纪放出去 也是发配到外府为奴 你且不用多想 只要告诉我 愿不愿意我教你读书 今日你先回去 过些时日 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出来 苏先生有所不知 这叶幽婷的奴婢 可不是一般的宫中使役 如果没有陛下特赦 是不能离开的 况且陛下 素来不喜欢有人 替这些奴婢求情 要不然 以晋王殿下皇子的身份 早就把这个孩子要了出去 有许多事情 不去做怎么会知道结果 让我来试试又有何妨 像庭生这样的罪奴 宫中少数也有数百个 他有何特殊之处 可以引得你的注意 既然你这么问苏先生 那我倒想问问你了 你这么照顾这个孩子 难道仅仅是因为同情吗 晋王殿下长年征战在外 宫里的事情 难免仗引不过来 如果我可以把庭生接出来 殿下不是少了一桩心事吗 你能有什么办法 只要想做 办法总是有的 好 那我等着看 我也等着看 你是谁 要说您没有一点追逐名利之心 谁信呢 你叫什么名字 听说 多大了 十一岁 小叔 来 到太奶奶这儿来 你就是苏哲 魏将军 这位苏先生 是奉太皇太后之命 前来 我来你的事 一边去 是 虽然看着像个软脚侠 但能蒙太皇太后召见 想必有些本事 不介意的话 就让我老魏请教请教 别上人 住手 大统领 攻城重地 岂容你们在这里私相斗殴 大统领 误会 误会 末将只是想 想什么呀 木卿要胡闹 你便由着他来 他承袭了王爵 我管不了他 怎么 难不成把郡主也请不来啊 不是不是 今日是末将太鲁莽了 实在没有恶意啊 大统领赏个面子 可千万不能告诉郡主啊 还不走 等我请你吃饭啊 是 前面便要出宫了 我送苏先生就行 你回去吧 是 非六 让开 非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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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 整整十二年 你终于回来了 是啊 我终于回来了 我终于回来了 我在信中多次跟你提过 叫你不要回来 为什么不听 万一被人发现你的身份 谁也帮不了你 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要有谁会相信 我就是十二年前的那个霓凡 虽然你在心中说过 因为伤病容颜大改 可我怎么都没想到 你竟然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毫无往日的痕迹 可是那天在宁国侯府 你一眼就认出我了 在下苏折 为什么要住到宁国侯府去 谢瑜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吗 万一被他发现可不得了 赶紧搬出来 抓到我往哪儿去 你知道我来京城是做什么的 既然可以住在他那里 自然他查不到我 但有一天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我相识 你的决心我知道 可是现在京城里 两个有权势的皇子正在夺敌 文武百官纷纷在选主则路 谁能帮你做那件事 谁不知道 那是朱九族的大罪 我筹谋多年 来京城自有我的计划 此处不便 今夜来许路一序 那照苏兄的意思 日后的比武都不想去看了 我露个脸就行了 若是比武场上有什么趣事 你和玉京自会告诉我的 也对 武场纷杂 苏兄还是多敬仰得好 你盯了明日要上场 今天晚上要早点睡 那苏兄也早点休息 这满侯府都没人发现我 倒被你先察觉了 非流 让蒙大哥进来 他是我请的客人 你去吧 把门带上 天气尚未入冬 你已经用火盆来取暖了 想必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养好 干吗这么着急来京城 你说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你让我该怎么帮你啊 孟大哥 你现在是禁军大统领 恩宠深重 又何必被我所累呢 又何必被我所累呢 你只要装作不认识我 就算是帮了我大忙了 你这叫什么话 你把我蒙治看成什么人了 孟大哥 你对我的袍泽之情 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可是正如你在宫中所说的 我现在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并没有十分的把握 我不想让你卷进来 万一我失败了 孟家世代忠良之名 恐怕有毁于一旦 忠意在于心 不在于明 虽然当年我在赤眼军中 只待了一年 但我足以相信林氏的忠意 相信你啊 不在乎 告诉我 当年没领一役 现在还有多少人存活下来 除了我 你认识的只有魏正一个了 七万人哪 小叔 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了赤眼军 换上去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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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赤眼军 千万赤眼军 求全军覆没 孟大哥 等他合适的时候 我会把相亲都一一告诉你的 好 好 你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这些小事你不用管 明天就是五选最后一天了 你和玉京几经前十 参加文士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自然没问题 只是 玉京却不敢说 皇上 皇上要我为郡主执掌文士 旨意已经下了 宣旨太监就在路上了 好 皇上 哎呀 皇上怎么会知道我的 先生才明卓著 想必是豫王殿下举荐的 苏兄 您也没有办法吗 您要我想办法 也得让我明日 在皇上摆的宫宴上 见到了百里奇之后 才能慢慢地筹划吧 也是啊 苏兄还没有见过 那个百里奇呢 多谢公公前来之会 明日宫宴 我北燕士团 一定早早到来 如此甚好 使臣大人 请留步吧 皇上明日的宫宴 明说是想见见 时刻进入文室的候选人 其实也是一种缓兵之计 在席上 定会找理由 让我们相互再对战一场 若是我能拼尽全力 伤那百里奇一二 那郡主 也许能轻松一点 景瑞 你的名字是陛下所赐的 是按皇子排行取的 虽然京城里人人都知道 此事 可是北燕士臣是外族人 他们未必知道内情 若是他们以为对阵的是个皇子 那必定会有所顾忌 说不定 你还能找出破绽 让百里奇挂点彩呢 未必能如你所愿 这十个人的名单又不是保密的 那些燕人要是知道了景瑞的名字 不会派人去查吗 在下有遗事不明 还想向公公请教 时辰大人 有话请讲 昨日郡主闻事的十个公子中 在下看到有一位叫萧景瑞的公子 莫非是陛下的某位皇子吗 景瑞的身世我也略有耳闻 但是其中的详情却并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得最清楚了 你比我小整整一岁 你能知道什么呀 我当然知道了 长公主当时生你的时候呢 因为京城突发瘟疫 所以呢 只得住到瑞山的一处尼姑庵去了 当天晚上 天泉山庄的卓夫人也刚巧上山 挺着大肚子没地方去 长公主心慈 所以呢 让卓夫人住到了她的隔壁 我听说卓庄主刚刚接手天泉山庄 事务繁忙 并没有陪在夫人的身边 不只是卓庄主 谢侯爷当时也忙于军务 不在京城 长公主和卓夫人 比邻而居 性情相投 又都要生产了 自然一起起居 可是后来 就在那天晚上 刚出生的婴儿 在一片黑暗中 慌乱的时候划脱了手 等再把他们抱起来 自然分不清 哪个是卓家的 哪个是谢家的 更糟的是 第二天 其中一个婴儿便夭折了 就剩她一个 你说这算谁家的 既然天意如此 人力又怎能相抗呢 当时情况十分复杂 陛下也难决断 所以啊 才赐了这个名字给她 让她当宁国侯府 和天泉山庄的两性之子 也亏了景锐 现在两家人 相处得如亲眷一般 两年前 卓家大哥卓清瑶 迎娶了谢家小妹谢齐 现在是亲上加亲了 卓庄主在江湖上赫赫有名 是狼牙榜上排名第四的高手 你那个大哥卓清瑶我也见过 是非常有出息的年轻人 是啊 大哥在天泉剑法上的造诣 时势比我高很多 这次比武 你不用强求 尽力而为就好 我自知胜不够我白利器 只求能多伤他一分 这样郡主便多一分把握 景锐 小王爷 这个就是苏哲苏先生吗 正是 在下苏哲 进国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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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客气 别客气 我就是想问问 这个白利器的事 你打算怎么解决 要我帮帮吗 小王爷的意思是 白利器这件事 由我管了 当然了 你跟我姐又廊下谈心 要给他执掌文事的 这事不归你管归谁 既然如此 那苏某救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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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客气 别客气 走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管不了 那我只能找人把他打残了 千苏哲进殿 参见陛下 你就是郡主向朕举荐的 苏哲 正是在下 起来吧 郡主的文事已委任于你 既为朝廷效力 虽无职份 也当有克卿之尊 不必再以草民自称了 是 来人 郡主之下 为苏卿 设座 是 谢陛下 酒过三巡 这般寡座也无趣味 既然这十位都是百里挑一的勇士 不妨趁着今日燕饮 大家再次比试切磋一下如何呀 郁王这话 这话说得不妥呀 这朝堂之上 怎么能够五刀弄箭的 更何况 父皇在此 儿臣以为 儿臣 父皇 儿臣以为 比武切磋 当已点到为止 两位皇儿 作言慎何振意 大家随便挑战 只是手下要留意分寸便是 来吧 陛下 在下萧锦锐 愿向百里勇士请战 请 请